没有 你多心了 这 陈小姐 一直以来 在我眼里 你是属于天上的星星那般 遥不可及的女孩子 我这么问你 也没有别的伤害你 还有想挖你隐私的意思 我只是想弄清楚一些事 然后再看看 自己要从哪里想出一些解释问题的办法来 而在我看来 你真的不会是那种撒谎的女孩 我爱过邹昊 很爱很爱过邹昊 我是很爱过她 也很想和她在一起过 但这些念头 都是在我去云香之前有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一直不自量力 又自以为是的以为 邹昊她心里也是有我的 她也是很喜欢很爱我的 那么残忍地拒绝我 不过是因为家事太好 给她带来了很多压力 直到我一再地逼她又逼她 她才跟我说 其实她早就已经有未婚妻了 我为了让自己死心 也是为了想看一看 她未婚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就一个人跑去了云香 好了 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才想要问起来 我刚刚也不是有意要否认的 喜欢过 爱过邹昊 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我只是觉得 既然你们现在已经结婚 也有了孩子 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信任她 而至于我 你尽管放心 她在我这里早已经是过去世了 我从英国回京都来 不是因为她 我来云厅国际这里 也不是因为她 如果你是因为那天晚上的事情误会了她 跟她生气的话 那我只能跟你说 邹太太 你实在是太傻了 她在我哥手底下做事多年 我哥也一向待她不薄 她对我关心一点 照顾一点 也不过是因为我哥的缘故 不过也请你放心的是 以后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再有了